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 今天的播出转世界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一位 退休的国中老师 他来接受我们访问 他叫陈采仁 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那个陈大哥你好 全国的听众大家好 陈老师你看他有多谦虚 他竟然叫我陈大哥 这个在媒体 你觉得是大哥 不敢不敢 这个媒体 我是这方面是很少 经验不多 陈老师今年70岁了 他是55岁退休 那也就是说 他已经退休15年了 但是他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放弃领退休金 那么他为什么放弃领退休金 是因为他觉得国家的财政 不好 再加上社会上蛮对立 对年轻人也不公平 所以他放弃领退休金 先请教陈老师 你本来是领月退缝吗 对 你是在台北市接受国中退休 对对对 55岁退休 对 十几年了 156年了 那本月退缝可以领多少钱 这样子 这个退休是这样子 我总共我当时退的时候 我算了下84万了 后来年终奖金一个半也没有 大概7万块左右 所以现在应该还有70几万 那每个月的话是这样子 18%是每个月 18%是每个月 那其他的新制旧制的是半年发一次 对 就是说1月跟7月 所以不是说每个月 这个全部都是每个月 其实每个月只有18%的 那个公保退休的那个部分 是每个月银行结账 可以在那边提款 了解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所谓月退缝 就是它是半年领一次 月退缝最大的那个 就是说半年领一次 然后它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有调整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着调整 就是说就要在调节的时候 那么如果如果一次领清的话 一次领清的话 就它一次给你500万 600万800万 然后你存在银行 然后那个银行里面给你18% 所以你也有一年 也有七八十万 就是说我如果是选择月退 我就不必在乎说以后 那个物价的那个 随着调整 随着调整 那么然后就不必担心说 这个钱会失落 因为你也没有 如果万一你一次退 把那个五六八万 一下子花掉的话 你就 了解 这个大家的算法大概就 假如说很年轻退 我觉得我大概可以活很久的 大概都会选择月退 因为差不多 活越多 活越长 领越久 对 所以这个 所以你现在半年可以大概可以领三十几万 是不是 半年的话 差不多三十万 三十万 差不多三十万 二十几万 因为那个18%另外还有差不多两万块 那个是二十四万 那是每个月 就是七十几的话 七十几万扣掉二十几万 大概五十万 分成两次 大概 二十五万左右 了解 半年是 半年是三十万 半年 二十五万 再加上两万的六个月 十二万 三十几万 三十七万 三十几万 差不多 但是如果再加上过去所谓的年终慰问金等同是 这个年终奖金一个半月 对 那就可能加起来总共有八十几万 有八十几万 这个是很normal 很普通的 很普通 这个就是所有的 这个学校老师退下来 如果有到那个年织 大部分都有这个待遇 是 那你以前还有所谓三节奖金吗 三节奖金不多 不好意思 我不能讲说不多 这个是两千两千 大概六千块钱 中秋节 端午节 还有大概过年吧 我记得是这个三千 两千两千两千 好 所以平均一个月应该如果按照18%再加上所谓的月退缝 那么其实平大概一个月有七万块 七万块就是跟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 以前上班多少钱 七万或七万多一点 好像没有差很多 你退的时候 我退的时候大概也是七万或七万多一点 因为我对这四目字不是那么 记得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记得 所以我就 我记得是 就差不多 那老师可以做到几岁退休 老师是这样有几个退休 一个是服务年满 二十五年 比方说你 三十岁做 比方说我 我以前念新竹师范 对对 我十九岁就出来当老师 对 如果是二十五年的话 大概在四十五岁 就可以退了 四十五岁就可以退 就可以领月退缝 就可以领 那老师的退 当然台北市是比较方便 那你看过最年轻退休的几岁 不 你反正就 如果是师范生的话 你就高中毕业 你就可以出来就当老师 然后连当兵匆匆都算 都是算在里面 你就四十五岁就可以退 那你有看过四十五岁退的吗 有 四十五岁退 当时这样子可以领月退缝 领多少 那个时候比较少 因为 以我这个年纪 七十岁 就是说那个时候 应该是不多 大概是 比方说我现在领八十几万 他那个时候大概只有领到 如果四十五岁的话 我想大概三四万块钱 三四万块 那也不错 那个 对 所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因为他有 有调整 他有跟着调整 了解 如果是月退的话 他跟着调整 所以他们 影响不是那么大 但是以前的底薪比较低 比较低 还比较低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接受国中 台北市接受国中 退休的 陈采仁老师 他是在 大约十五年前 退休 五十五岁的时候 那是他今年 七十岁 那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他的 他的月退缝 这个大概 总个加起来 大概是七万块 那 跟陈老师报告 我是民国五十年次 那今年是一百零四年 所以 虚税奖 其实已经五十五岁了 那十岁还没有五十四岁 那事实上 我如果真的是 在当教职的话 我就可以退休了 对 你大概就是 我这个年纪退休 对 那退休之后 你是多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不领这个退休金 这个其实是 因为我退休以后 我在家里的排行 我这个兄弟姐妹 比较多了 我排行是比较小 我们在 有的时候会聚会 大概我就一直有在提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或是对这个土地 要稍微 或是对我们的那个 中青 祠堂 或是说 这个 要稍微 感恩一点 因为我们从这里 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是 本来这个 我不想提 但是我就 再讲一遍 就是说 我想 比方说 我退休的时候 我领八十四万一年 对 那我退休 如果十年 我就可以领八百多万 对 那八百多万 如果我们家里有十个人 就有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 跑到我们家来 快一亿 那快一亿 然后我们要 我主要当时 我就欠我的兄弟姐妹 就是说 对这个社会 不要计较 要尤其对我们的宗族 比较弱势的 或是有些公义的 我们 要 放开一点 要舍得 我说 不愿意的话 其实我们不是 公民调义 就是兄弟姐妹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 那 最大的 原因是在 这个地方 那再加上 后来社会 在争执 就是说 军公教的 退休的问题 那 我觉得是 这个有改革的必要 很重要 所以你们家 是兄弟姐妹 都是公务员吗 公务员比较多 因为我们以前家里穷 念师范学校 不要 学费 出来又有工作 对 所以 这个 没有想到 就是说 五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环境 那个时候的职业 当然 五十年前的 这个公务员 工作也有 也不好找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工商业 工商业不发达 那就没有想到 像我以前 退休的时候 一个月是 七百八十块 我的前一年 是三百八十块 我从七百八 一直调 调到一千多 两千多 三千多 后来调到七万多了 这个是 一个时代背景 家里面 有多少公务员 这个 讲个笑话 我 在电视访问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是电视访问我 有谈到这个 这个问题 是他主动问我 你家有多少人退休 就像现在这样 你问家里有多少人 我就很 很直白的跟他讲 说 有十来个 有十个 后来我就讲十个 那么后来就变成 有一亿的 这个议题出来了 对 因为十个 一个人领八百多万 十个八千多万 对 就快一亿 所以 讲到这里 就很多 就是慢慢的演变 不是说有设计的 要吵这个新闻 不是这样子 了解 那家里人 你这样说服 他们有跟进吗 比较困难 当然我家里是没有问题 我 这个是兄弟姐妹 现在也是各自独立 但是我家 我太太 这些 家里这个没问题 太太也同意就对了 同意 你有跟他讲吗 就不要讲 因为他都知道 我平常的理念 当时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大家在吵 就是说 年终奖金一个半夜 这个经工教要 这个行政院 没有编这预算 要去赶快 筹筹裁员 两百亿 那个时候 就是说工人 两个卤蛋的 也没有 因为没有法言 后来查到 我们这个也没有法言 然后 我是比较有尊严的 在街上 大家讨论 这个一个半夜 你都还在讨论 如果是任何人问我 我觉得不敢讲说 这个不行 这个一个半夜 你一定要给我 没有法言 你也要 这个话我讲不出去了 这个话 我想也不是 只有我一个人讲不出去 很多人也讲不出去 但是 你已经退休了 你已经没有在工作了 你还要跟他领 一个半月年终奖金 并且现在一个半月 行政院也没钱 这个缺两百亿 他还要去 去筹 去筹这个 然后那个 那个工人的时薪 好像调两个卤蛋 都碰到挫折 就整个给封杀下来 我们中工教 如果在这个节骨宴 还去做这个 持称田列 持称田列 这个交相争利的这样的 我想中工教知识分子 这个就 讲不过去了 了解 所以我就因为那个动机 这样我就跳出来 不要去争执了 一个半夜 因为 比方说我七十几万 我一个半夜少个五万十万 说坦白有空间 如果是我一个月两万 或是一万 或是说老人年龄七千八千 那个要调可能就 比较残忍了 如果是说我们 从七十几万 八十几万 然后再少个三五万 十万八万 应该大家 不要去 去坚持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台北市 接受国中退休的老师 陈采仁陈老师 55岁退休 他今年七十岁 他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一年 大概总共可以领八十四万 但是他放弃 他也 其实跟他的家人 很多人就说 其实不应该 跟社会这样计较 因为像那个年终慰问金 也就是所谓的年终奖金 他说叫他去跟人家要 实在是 说不出口 连法员都没有 而且连劳工两个乳蛋 要加薪都很困难 更何况是公务员 大概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太太其实也蛮同意 你这样的这个理念 她也了解 到底你现在一个月七万块 没有错你是有领 可是你主张应该要改革的 那多少钱 你觉得说这样子是 是可以退休的 那么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你看这个国家的财政 领月退缝 再这样领下去领得到吗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 播度转世改号 我是郑宏怡 那么我们今天要访问的 是台北市接受国中的退休老师 陈采仁 陈老师 陈老师他今年70岁 15年前他55岁的时候退休 那他大概现在一个月可以领总额 包括18% 包括月退缝等等 要可以平均有7万块的收入 那我先请教一下陈老师 现在你的同事大概跟你状况差不多 应该讲退休以后 大概也是每个人大概一个月 大概领7万块 7万块 那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普遍都怎么生活 军公教的生活 他们的那个范围是比较 应该保守比较小一点 所以 所谓的什么常出国吗 这样子 现在一般如果是在我们那个乡下 在新埔那个乡下 那个经济最强势的大概就是军公教 军公教我们就拿我们新竹县好了 办旅行团最多 不管是国外或是在国内 这个军公教的阵容是非常重要 这个市场是非常大 就我我想你在机场去看 你在机场去看 因为这个他付了起 并且他也想就是说 这个他做得到 然后那个出国旅行也是 他喜欢做的事 所以大家我想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的一部分 了解 这个 有没有夫妻都是两个公务员 蛮常见的 这样一个月 这很多 很多是吧 我刚才讲 我家兄弟姐妹 为什么会那么多 这个有的是夫妇 夫妇都退休 就是都退休了 这个 都是公务员退休 都是公务员退休 所以领两份年 这个 对对对 就拿我们家 我们家一年 就一个月了 最少有15万了 你家 跟我太太 你太也是是不是 对对对 我两个夫妇大概 不是大概 肯定有 太太是哪里地方退休 她也是在学校 在一个国中 她为什么比你高一点 她付年之久一点 还有她有去念研究所 所以这个高是高 不是那么多 但是也是比较多 所以你们两个一个月 有15万的月退休 超过 15万 如果是我们在乡下 如果你不过 这个钱贵的生活 15万是很好过 当然了 钱贵一个 一瓶红酒要4万块 对 要4万块 所以 这个 这个是 看你的欲望 就看你的这个价值观 对对对 假如说你 在乎 你的这个 荣华富贵 或者是面子 或者 那当然你就 我很坦白 我最大的好处是 我没想见小了 要装面子 装体面的 这个事情不做 但是我 我这一类的 我这样 我交到更好的朋友 了解 当然 我这个 做得到就做得到 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不想做 我也不想做 我就很清楚的 过着比较素朴 淡薄的生活 其实这个是我的价值观 了解 如果是生活 你只是靠着这个金钱 这些去堆积的 我想 不然退休就 国家给你退休 不是让你过 权贵的生活 不是让你过 奢法的生活 是过基本的生活 我不敢讲说 这个退休金 可以过权贵 我是认为说 你一直在往 权贵生活 那个方向 在走的话 可能就不是非常多 就不够用 假如说你 跟那个 在乡下生活 很淳朴的生活 就很 真的生活 就是很 所以陈老师 所以你现在的 所得替代率 几乎是100% 应该是 因为你 你退休的时候 月薪7万多 现在大概领7万块 那就所得替代率 几乎是100% 台湾是 退休人员所得 最多的一个国家 是112% 希腊才110% 所以说你上班的时候 领100块 退休可以领112块 这个就是当时定 这个政策的 一个大问题 所以你当时55岁退休 一个月7万多块 那退休可以领7万块 这是会不会是 让你退休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 很大的诱因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 有政府有55专案 就是说55岁退休的 可以多领40几万 到50万 这个是当时 鼓励 鼓励你们早一点退 早一点退 就是那个是 大概是30年前 或是20节 那个时候立的法 所以55岁那一年 退休的 这个潮 是55最多了 就是55 就除了一般的 这个待遇以外 还有可以多拿50万左右的 这个 我确实去日本 我看他们劳工 或者是公务员 就说政府给他们的 退休金 大概一个月是台币3万块 3万块 他3万块的意思是说 因为日本的物价 日本的物价比我们贵 日本的所得比我们高一点 那他们我会说 那你们3万块不够用 他说对 3万块不够用 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积蓄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一个月5万块的台币 因为日本大概是所得我们两倍 所以如果是他们的5万块 等同我们的购买力 大概是2万多块 他说这样子退休 就让你勉强过一个比较基本的生活 他不是让你过奢华的生活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政府给这个公务员退休金 他不是让你过一个 所谓权贵的生活 而是让你过一个 基本生活是过得去的 那我现在在请教你就说 你说一个月7万块 跟太太两个人一个月15万 那你觉得你们夫妻 这样子多少钱就觉得够了 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讲 这个叫所得替代力 就是说你上班多少钱 退休多少钱 英国是只有51个percent 就是说你退休 你在工作 就像你7万多 那你退休只能领3万5 3万5 美国是59这个percent 最多的是希腊111 但是我们是112 日本你刚才讲的是只有70% 就是说他在上班的时候 可以领到10万块 那你退休只能给你7万块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 先进国家 大概他的所得替代力 没有人超过100的 就是我们台湾没有那个体质 来用国家这么多的钱 我们的这个工业 不是说像德国像日本 没关系 那我们就说 我问你就说 这个要多少钱 你觉得多少钱才够 一个月2万块或3万块 当然我的条件是小孩子都长大了 了解 我有我自己的房子 我的生活方式是 也不是很吝啬 我是花在这个刀口上 了解 就是这样的发挥方式 所以你一个月是7万多块 那你说2万块够 其实所得替代率 其实给你35%就够了 当然不能 不是说你的所得替代率的标准 跟别人都一样 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应该可以降到 5成左右的 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就是说 你一个月这样子领 这个所得替代率 几乎百分之百 那外面 你们会感受到 一般人对你们的批评 或者是那种感觉吗 我想社会上 他不是酸葡萄 他当然有反弹 但是他尤其是年轻人 他是非常不以为人 318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压力吗 这个 你现在在花他的钱 很清楚他们现在 不买单 不然的话 他这次动作不会那么大 这个太阳化的动作 不会那么大 这个你是里面的一个元素之一 这个社会 你没有给他一个信心 你没有给他一个希望 并且这个 很清楚的 这个故障是在这个地方 妨害这个社会进步 社会幸福的故障是在这个地方 分配极度不公 这个社会公平正义没有 年轻的 并且他不是一年一两年 他就给你翻脸 他已经是在这个外面 缠斗 你十年 像走走也不对 像又走也不对 然后他有碰到这个困难 所以他就给你翻脸了 你们 不好意思我讲你们 这样不太对 就是说公务员这样退休下来 一个月本来是领七万多 退休还可以领七万 都不用工作了 我年轻人拼了老命 结果一个月两万多 然后以后你们领的钱都是我在付 以后我还要供养你 年轻人生不生气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北市 接受国中退休的老师 陈采仁陈老师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他 来先休息 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宏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 台北市接受国中退休的老师 陈采仁陈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陈老师是在55岁的时候退休 他今年70岁 他已经领了15年多的退休金 一个月大概平均可以拿七万块 这七万块是包括18% 包括所谓的月退缝 包括过去有所谓年终慰问金 其实年终慰问金 就等同于年终奖金 只是因为退休了 没有工作 跟人家讲说 我领年终奖金不好意思 所以名称就改成年终慰问金 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 还有很少数的三节慰问金 一个月可以领七万块 刚刚陈老师讲说 其实按照他跟太太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一个月两万块就够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两万块的话 所得替代率应该在三成多左右 我看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的所得替代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人我我也要退休 不免贷头卢我就跟他那样 我哪有心 所以我哪有没有退休呢 那可是这个国家 看起来一定是撑不住的 我想请教陈老师就说 那你的同事觉得说 这样领月退风真的可以领终身吗 他们没有破产的这种恐惧吗 现在这个要谈了 他们那个感受度好像没有那么强 他觉得这个我今天会站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社会是这个议题很重要 所以我才会继续 但是一般的军工教 他对这个问题好像感受到 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说 国家破产以后的下场 如果是他如果有到希腊去感受 可能他们就会稍微 可能会改变 就是说因为希腊现在已经开始在卖什么 卖港口卖铁路 卖邮局 卖机场 卖国家的公共建设 就是国家的建设 因为他撑不下去 所以军工教的生活 因为是比较保守圈子比较小 所以他们对破产 这个他敏感度不大 所以我想主要 不过这个我现在也要再强调 也有很多军工教退休收入比较少 比较2万的3万的 也这个以下的也有 甚至有就7 8千 8千 8 9千的也有 因为个人的条件 比方说比较早退休的 或者说服务年资比较少的 这个成绩比较低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就是说在呼吁了 就是说国家在改革的时候 这个比较低收入的 比较弱势的 这个就不要去动他了 那至于说有些将军 或者说有些领个1 20万的 这些 我想我们军工教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 黄世民领17万6万一个月 这个其实我们的退休金 就是我们的这个绩效奖金 假如说现在的国家的财政 不是入不敷出 是非常的坚强 表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绩效非常好 所以社会可以过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领多一点也没有问题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讲是说 你这些退休的同事你普遍上的了解 他们对于国家要破产这个事情 他甚至正正有词的就让他倒了 或者倒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会 因为大家不知道说这个国家的负债不会消失 他不会说你现在 比方说我们现在潜藏性的负债 就军工教的这个还有那个劳工的 是17兆 我们现在政府一年的预算才一兆5000亿 或是一兆 接近两兆 接近两兆好了 就是说我们的潜藏性负债是17兆 就是用20兆来算 就是要10年的预算 所谓潜藏性负债就是说 未来一定要还的 这个潜藏性的负债不是用在投资 不是像以前蒋经国弄那个十大建设 这个是潜藏性的负债 不是借钱来建设 这个建设以后他可以回收 会带动竞争力 他会上升 然后大家可以回收 所谓潜藏性负债 我简单讲就是说 比方说陈采远老师今年70岁 他很可能活到85岁 接下来15年 每年都要付他很多钱 这叫潜藏性负债 其实潜藏性负债就是我们 军工教以后会造成20兆的负债 并且这个20兆要年轻人来背 退休的军工教 他不晓得那个严重性在哪里 那你现在站出来讲 接受媒体的访问 出来主张说 这个年金一定要改革 甚至于这个太高了 一定会破产 社会很不满 那你退休的同事 会给你压力吗 当然他们给我的压力 他们会骂你吗 当然会 不是他们会 觉得骂 他们怎么骂 这个就不讲了 因为他们不认同 有什么关系你讲出来 让大家了解 但是我是很有信心 并且他也知道 我平常的 我的目的 我在强调 他们也知道 我不是孤民钓鱼 我不是说在骗什么东西 我只是说 把这个问题点 很清楚的来表达 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也可以认同 他的看法 不必改 让他破产 没有关系 但是早晚 他们会 把他改 改过来 这个就有一点像 健保 如果是说 入不敷出 然后大家就调整 然后你不调整的话 健保就撑不下去 然后这个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因为那个健保 是连军工教 全台湾的人 都可以享受得到 大家就 马上就做了 就提高 比方房租 那么这个军工教的 是你百分之 如果是军工教 我不小心 102年的时候 是四十几万 现在可能六十几万 六十几万人 再花三千亿 每年由政府来补 这个编预算三千亿 三千亿是国家的预算的 六分之一 七分之一 就是国家一年的预算 一两兆 你用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吃那个百分之六的 这个是没有道理 这个 那退休同事 如果有联谊 你敢去吗 那没问题 许多他们不会攻击你 不不 这个他 当然他会攻击我 我是会用很好的方法 来化解 这个主要是你 信心的问题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对这个问题的 这个 这个就像 以前的电话 是室内电话 后来就换手机 我就看得到 这个是手机 手机里面又分很多 他一直是在进步的 如果是你国家的预算 然后你潜藏性的负债 要十七兆 然后这个以后要破产 这个你不改 一定会破产 了解 你又竞争力又没有提升 除非现在是奇迹出现 台湾有某一方面的财政 可以不劳啊 或者天上掉下来的 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 那你的同事退休了以后 在三一八太王学运的时候 他们没有感受到那种 年轻人的愤怒吗 他们不会认同 不认同 我想这个有两方面 一个是政党 这两方面等一下 这个一个是 等一下 这两方面等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广告 好不好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改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 台北市接受国中退休的老师 陈采仁陈老师 55岁退休 今年70岁 每个月退休金领7万块 他觉得这个应该改革 因为一方面是国家财政 一定支撑不了 外面是社会上非常对立 第三个是造成年轻人 太大的压力 而且心中充满了恨 那这个陈老师刚刚讲到 那个太阳花学运 那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那些退休的同事 有感受到这些年轻人 心中的愤怒吗 你说有两点 这个 应该感受不是非常深 在社会上 感受比较深的 应该不是这个族群 不是这个就要退休的 这个有一点他的历史背景 或是他支持的这个政党的 那个尊严 或是怎么样 所以可能他知道 但是他为了这个某个政治背景 也好 或是整个社会风气 他还是不敢说 在站在太阳花了 这个318的这个问题出来 那么讲到这里 应该是社会问题 大家要赶快解决 今天柯P所以 会有那么大的魅力 就是他有问题马上解决 如果是说 这个政府入不敷出 然后这个债务潜藏性的 负贷要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中宫教的 退休所带来的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想这个很难 所以一般的金工教 第一个他的那个感受度 他可能不是那么低 因为他可能 如果他是在外面工作 拿两万块 然后又是很辛苦的 可能他就会比较care这个钱 所以他那个感受度 因为这个 讲到现在某一个人 他这个过着潜贵生活 他不知道外面的那个 那个收入啊 或者国家的未来啊 他就感受度就没有那么强了 是是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讲的 可能就是因为要 某个政治背景 那所以他就 没有那个勇气来 站在他对立面 就这个该改了 他好像没有那个 勇气 那你现在站出来 就是说呼吁大家 这个年间一定要改革 甚至于你也可以这个不领 那有人会把你归为 在政党上面的某一些派系吗 党派吗 应该会 会啊 说你是民进党的 应该会应该会 但是事实上我 我不是民进党的 但是我是支持社会改革 因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日本 这个就是垮了嘛 并且非常凄惨嘛 50年后 他又是世界的这个强棒 他就是靠 一直在改革 他这个社会 大家有信心嘛 大家有一个希望嘛 所以他们的国家很快的站起来 他其实站起来不是现在站起来 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战倒了以后 那是我想三五年以后 他们就马上社会就进入秩序啊 就就开始 那么再讲到 最近NHK有在波板神大地震的20周年 那么这个20周年就当时是多么凄惨 在板神的地震 但是现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小孩子 现在都已经20岁了 都在念大学了 他们就是因为感受到所有的日本 所有的政府在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们那一群人 板神的那一群人 对这个日本这个社会存着感恩 假如说现在我们年轻改革 大家还在抗拒 假如说这个还在说一大堆的理由 你要让这个年轻人敬老尊贤 我坦白讲 很困难 了解 非常困难 那你现在在新竹的新浦 新浦 新浦 新浦是不是 对 那平常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这样子 我早上的话 我大概是看一些资料 我大概看CNN 或者说NHK 或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报道 早餐自己煮 没有 我那人他会处理 下午的话就回乡下去 种种菜 哥哥炒 这个务农 但是我那个务农是 不是经济的 不是为了赚钱的 运动的 那讲到这里 这样就花不了什么钱 讲到这里 我回去乡下 我非常清楚 就这个农药 这非常不 你这个乡下 种这个菜 这个农药 我经常很同情他们 我不敢说他们不对 因为他是在生活 你现在社会 你有没有值得 他不用农药的 那个原因 所以这个 反正用农药是别人在吃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台北市接受国中退休的 陈采然老师 55岁退休 70岁了 现在一个月零7万块 他认为这样不行 他们没有脸 对于这个面对年轻人 那么所以他要沉痛的告白说 我们的年金改革 我们的军工教 一定要改革 虽然他承受很大的压力 一定要改革 事实上 那个所得替代率 应该可以降到50以下的 好 这个谢谢陈老师 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改革成功 谢谢全国的听众 谢谢 好 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